老师来我们班里挑选乐剧班的学生 看爷爷奶奶他们在播放那些乐剧作品 就是我感觉很心动 然后慢慢慢慢地对乐剧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他们以前对乐剧也是完全不懂 就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去练这个 但是当他们开始换上戏服 上台去表演去感受 去受到观众的鼓掌 受到观众的认可之后 他们慢慢慢慢地就会有这个心理的变化 觉得自己是为这个乐剧而感到自信的 我们乐剧班都是从他们学校里面 各个班级里面挑出来的 所以说他们在心里面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蛮喜欢乐剧这个的 其实乐剧对他们来说 平时真的是跟生活是很脱节的 是完全很难有机会接触乐剧 就是自从有这个吸取进校园的政策之后 他们才有机会学习到乐剧 认识到乐剧 传承中华的优世文化 乐剧是我们中华优世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有责任去传承 这个是吴非凡第一所进入校园 乐剧进校园的学校 所以你们不能砸你们自己的招牌 不能砸你们自己的精神 知道吗 知道了 我是一名乐剧演员 是一名就是文艺志愿者 也是一名就是乐剧老师 三个不同的身份 乐剧需要我们成熟的 或者就是有这个志愿 还有情怀 有热血的热爱的这个青年 要走进就是帮扶 还有扶持这个乡村的这些校园 有27名的学生 在我们这个班里面 进行一个训练还有演出 现在其实也会遇到 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有些家长还是不太支持 我们的孩子 他会觉得我们的乐剧班 会不会就是说 影响我们学习文化的成绩 还有训练时间太长了 会不会说伤到 我们的孩子的身体 当时参加乐剧班之后 经过训练之后 他们变得吃苦赖劳 内心变得很强大 他们就是非常的刻苦 上课也非常认真 夏天出汗 都是整件衣服都是湿的 包括他们的头发 后面都是在滴汗 第一次表演花木兰 因为他的头是很大 也很沉 然后待到头上的时候 就非常重 而且头也会有点晕晕的 我在平时的训练中 就会遇到架腿 倒立 厕所翻 等等种种的困难 回家就天天拍照打卡训练 直到成功的那一刻 我就感觉 就是非常的开心 就是以前的痛苦 都非常值得了 看着我自己身上能学的东西 全部都能教给他们 这是有传承了 从他们的身上 一传十 十传把这样 把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给一代一代的 慢慢的推下去 把乐剧引进校园 其实就是告诉孩子 我们要传承中华的优势文化 让更多的孩子 要了解戏剧 它是非常有魅力的 可以一直把乐剧 飞移文化 一直传承下去 我会继续学习乐剧 因为我想 让更多人知道乐剧 当一名乐剧老师 和一名国家一级演员 我们从来一起 要继续学习乐剧 我们一起讲 往中的继续学习乐剧 你的继续学习乐剧 是非常有魅力的 传承 说根本来 和一人 bolt 为一个市场园剧 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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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